上次做的午餐肉,全家都说好吃,于是我用同样的配方,又做了一个锅锅肠 最终发现只要配方是对的,怎么做都好吃 这里是500克猪后腿肉,二肥八瘦,按屏幕上的配方加调味料 量一定要称好,这是好吃的关键 料理机打成梅状,放碗中备用 这个时候再用面粉,淀粉和葱姜水调一个面糊 分三次加入肉馅,并连着一个方向搅拌上劲 这一步有点味,可以叫你家老公代劳 或者家里有厨师机的直接用厨师机搅拌 总之是把肉馅搅上进就行 肉馅处理好了就清洗长衣,再用水和白酒泡10分钟 准备灌肠器,先塞满肉馅,再套肠衣,灌肠灌七分满 不然蒸起来努力爆肠 再分肠均匀的小段,有一段加几个小孔排气 用冻坑冻坑这个一起做 放蒸锅水开后开小火蒸50分钟 出锅剪成小段,脱锅肠就做好了 又可以弹弹,非常劲道 不着急吃的可以冷冻保存 吃的时候烧一层油 空气炸锅180度烤20分钟 脆皮又不弹的锅剥成就做好了 我家两个宝宝都夸好吃